Hello,你好,我是林,欢迎回来看我的视频 我是一位即将要毕业并且已经找好工作了的加拿大学生护士 今天影片就像这个视频的题目一样 是想介绍一下在加拿大当护士的这个情况 然后在视频开始,我开始讲解之前的话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基本情况 一,我因为是学生护士,我还没有开始工作 所以说我讲的很多事情的话是我自己在实习 然后跟我的那些实习老师,跟我已经开始工作的同学 和跟我所看到和听到所有东西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总结 但是很多比较细节性的东西 我可能要工作了之后,我才能跟大家过来分享 然后二的话呢,我是从小就跟父母移民加拿大了 所以我上护士,做护士这个职业的话 完全就是跟本地人走的同样的路线 我并不是从中国直接移民过来的 然后第三,我在的地区是加拿大魁北克 对于不知道的小伙伴们的话,加拿大魁北克是一个讲法语的省份 而且这个省份比较特殊 所以它有它自己特殊的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 所以很有可能有些我说在加拿大的事实情况 可能在魁北克的事实情况很有可能在加拿大其他省份不是同样的 好了,先听说完了,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今天一共有六个主题 分别是护士的等级 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量,工作待遇 和加拿大本地人对工作这个职业的看法 然后我自己会在这个地方放个目录 方便你们大家跳到直接自己想要看的主题 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吧 对了,在这个视频里面的话我很有可能会说到个别的职业名称 然后为了方便我沟通 我会用法语说 但是我字幕的话会打出英语字幕,法语字幕 加上我尽量翻译成中文 好,第一个,护士等级 其实这个标题取的并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加拿大并没有等级这个说法 但是我也不知道起什么其他的名字 所以就先这样子 所以在加拿大一个普通的医院病房里面 住院病房的话是 就是inpatient unit 或者是united hospitalization 就是法语 病人会遇到非常多的不同的护理人员 就比如说nurse,护士 有那个护工 beneficiary attendant 还有一个就是practical nurse 我practical nurse的话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 因为护士在中国好像没有这个职业吧 但是我不知道要是有的话小伙伴们 请纠正我这个有没有practical nurse这么一个工作 practical nurse和nurse他们两个都有 就是职业名称里面都有nurse 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在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按照法律来讲 practical nurse它是有非常多的 不是非常多 它是有一部分事情的话是nurse可以做 但是practical nurse是不能做的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药物他们是不能给的 然后呢或者是他们有些地方不能工作 比如说在ICU 或者是说他们很难在ICU找到属于他们的工作 我学的不是practical nurse 所以我不太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 跟你们更加好的就是去介绍这个职业 我学的就是bachelor nurse 所以我以后毕业的之后的那个名称的话 是nurse clinician 就是FMIA clinician 然后今天主要讲的话也是我的这个职业 就是nurse clinician的这个种种的东西 然后在加拿大的话 其实我做护士的路子是非常的广的 就是我毕业了之后 我就是当普通的护士 但是我不一定 普通的护士就是说 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护士 但是我不一定说我要一辈子 都是当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护士 我们有就是知道说是 你可以一步一步往上爬 比如说护士长 然后呢就是这一个科的护士长做完了之后 比如说做更大的护士长 然后再更大一点的护士长 然后护士长护士长做上去 但是在加拿大的话 你还可以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护士 就比如说我这边举个别的例子 但是我这些例子不是很全好 比如说infermeur conseiller infermeur conseiller的话呢 它是专门给在医院里面 或者是在一个healthcare institute 给那些护士安排上课 或者是给他们进修的护士 就是安排他主要的工作 比如说安排讲座 或者是安排进修课 或者是安排技能课 为什么说要有这么一个护士呢 因为在加拿大的话 护士每一年他都是必须得上 一定的小时的那个进修课的 培训课的 如果说你这个培训课 时间没有达标的话 你的这个执照很有可能就被吊销 但是你在医院里面的时候 你很难会说去找到 所有在各式各样的那些进修课 或者是说讲座 所以会有这个护士的话 他会定期的每一个月 他会就说 我们这一个月或者这个星期 有这个这个讲座 有谁想要去参加 或者是说 我们有这么这么个进修课 有谁想去参加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一年里面 慢慢慢慢把你要 要积累的这个进修课的这个小时 给累积起来 这个是每个 在亏北课的话 至少是每一个 Health Institute都会有的 这么一个护士的职业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 另外一种护士 是在手术室工作的护士 他这样子 像我毕业了之后 如果说我想去手术室工作的话 我需要进 我需要有经过六个月的 在医院里面的特训培训 但是我也可以去专门 给自己考一个证 考一个证书 就是 FM1 Permier Attendant de la Salle de Sous-J 我不太确定 我把那个证实名称写在下面 他你会考一个证书 这个证书的话呢 就是你以后要再继续找 在跟 跟这个手术室 有关联的工作的话 比较容易 而且会 跟着 因为你有这个证书 所以你可以多赚点钱 还有的话就是说 FM1 Clinician Specialization 他就是说 对某一个科类 非常专业的护士 就比如说 心脏科 肺科 然后那个 儿科 然后呢 他这个也是要去考证 一个证书 考完了之后的话 你就是 你就会有 你的那个title的话 职业名称就变成了 Enfermea Clinician Specialized 就是有个specialized 然后你这一个 specialized 就多加这么一个字 因为你有这么一个证书 你又可以多加点钱 就是只要有证书 你大多数通常都是能多赚你钱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你们到了北美之后 会经常听到 有这么一个护士 叫做 Enfermea Practician Specialized 就是通常我们俗称的 Super nurse 就是特级护士 这种特级护士的话呢 他是有去 又学了一个 学了硕士的 然后他们是可以开处方药 并且是可以 给诊断书的护士 然后呢 在美国的分类它比较多 在加拿大的话 只有儿科 成人科 早产科 精神科 还有一个科 叫做 泡面令 我中文找出来给你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还有就是 我们有些护士的话 他可以比如说 工作了两年之后 积累了两年的经验 他们可以再重新回大学 进修变成 当老师的护士 或者说有些护士的话 他直接去做研究所 他去研究所 那个做研究护士 然后还有的话 就是 就比如说 他们去学管理 就变成管理层的护士 或者是说 去学 去学政治 变成政治上面 就参政的那种护士 还有的话 就比如说 你可以再去学 考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证 就有 比如说 Stormotera Stormotera 它是专门管理伤口 或者是创伤 这一类的护士 所以这些的话都是你要去考证 考完证之后就能多赚点钱 然后 因为还有很多各种各别其他的 你看每一个省份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不同 给你的那个专业的possibility 你要自己去做你自己的研究 二 工作地点 既然刚刚讲了那么多 不同护士的等级 possibility 职业名称 那么其实在加拿大 工作地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选择 比如说如果说你想说 有24小时都是需要有护士在场的 比如说医院 疗养院 老人公寓 这些地方就是白班 晚班 夜班 要不然的话 你如果比如说 像 我年纪生长大一点了 我有了组织的家庭 然后我不再想要上夜班和晚班 因为就是对我来说太难了 那我可以去选择只是上白班的地方 那么只上白班的话呢 就比如说有家庭医生的诊所 或者各种其他specialist的诊所 就比如说皮肤科医生 他们有自己的诊所的话 皮肤科医生的诊所 然后比如说在学校 小学中学大学都OK 这通常也是会需要护士 然后比如说药店 然后限学机构 然后或者是说你去 就是有那种专门上门的护士 它是跟就是也是政府一个分支 它是 这只是上白班 或者你比如说专门打疫苗的机构 你去这些地方工作的话 你只是上白班 或者说你在医院里面做管理层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也是只是上白班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工作地点的话 你可以去比如说 邮轮 比如说你可以去加拿大 北北北北北北 上北上北 最北北极那边附近的村庄里面 也可以去当那边当护士 你可以比如说在矿地里 就比如说加拿大也是 魁北克上北一点的话 有那个 有钻石矿 我有老师是从钻石矿那边回来的 比如说在军队里面也可以上 然后你还有是专门上街的护士 上街的护士的话 他们是专门给那些流浪汉提供服务的 还有的话比如说就是夏天的时候去那些夏令营 普通夏令营或者特殊夏令营都OK 我就有去就是特殊夏令营里面当过护士 就是学生护士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给我下面留言 我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我这方面的经验 三我们来说工作时间 在加拿大的话呢 我至少在魁北克我遇到的工作时间通常是有两种 就比如说八个小时班制 或者是十二个小时班制的 就是八个小时的话 那么就你三班 就是说白班晚班和夜班 你要十二个小时班制的话 那你就是白班或者晚班 通常这个十二个小时的话 通常是在那个ICU里面会比较常见 然后有一些个别的科的话 就是住院病房的话 他们很有可能是比如说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混着来 有些人他只做八个小时 有些人只做十二个小时 自己看自己的哪个时间表 对自己来说比较适合吧 然后比如说工作十二个小时的话 通常的话就比如说 就是上两天休息两天 上两天休息两天 这样子来的 然后你看不同的医院 有些医院的话就是说 你上白班 那你就一辈子就是 你就上白班 有些的话 他们是白班晚班混着来 就你一个月上白班 一个月上晚班 或者是说你一个月上白班 一个月上夜班 或者是说你说 你完全不要白班 那你也可以说 一个月夜班 一个月晚班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那个工作 日常习惯来定制你自己的工作时间 他这个还是比较flexible的 然后你说有没有加班制 强性加班 那个强制性加班 有 这个的话呢 你通常是要打听好了 哪些医院 它是会有比较多的强制性加班 有些医院它只是 就是 每个医院的reputation不一样了 就我们在魁北克的话呢 是 通常是法语医院 呃 是那个强制性加班比较多 然后英语医院的话呢 强制性加班就比较少 而且就是 普遍在医 所有的护士里面 我们都是知道 英语医院给的待遇会比较好 而且他们会更加的人性化 然后 说起工作时间的话 我们 呃 是 护士的话 他们每个医院不一样 提前选择 你要想要的 呃 假期 每一年的话 像我 开始工作 明年我就应该可以有 20天的 假期 然后你 你待的时间越久 你的假期就可以越多一点 然后这个假期的话 通常是 最老的员工开始选 然后那 哒哒哒哒哒 那像我的话 可能就最后一个选择的那个了 他的工作时间表示 一个月一个月的发 一个月还是 每看每一个医院不一样 有些是 有些医院是一个月一月的发 有些医院是两个月两个月的发 然后你这个提前的话 那都是你得自己选择好 比如说 呃 有些医院的话 他们是 他可以给你 就是你可以自己订 两天 你一定需要 那两天 你是 呃 没有班的 然后有些医院的话 他比如说三天 有些医院他就没有这个选择 就是 你看你自己的那个医院的这个 policy 嗯 呀 我觉得我应该 这方面应该说完 三 医院里面的工作量 就是你会有多少个病人 这个的话呢 也是看每一个医院不一样 但是据我所知 大多数的应该都是 白天一个护士的话呢 他是有三到四个 就是普通的住院病房 最多五个 就是五个的话 就是说明 就是说有一个病人 他是要快要出院了 然后呢 你的其他病人 也不是那么的严重 所以他给你五个 但比如说都是比较严重的话 他就给你三个 如果你是你在ICU的话呢 他可能是一对一 或者一对二 一对三已经是非常非常 tight了 也是比较少见的 嗯 然后 比如说晚上的话呢 他就会变得就是说 五到六个病人 或者是说四到五个病人 就是得看你 就是四到六个病人 得看你的医院 和你这些病人呢 你到底病得有多重 嗯 或者然后这是夜半的话呢 大家都是晚上就是 夜半大家都睡觉 然后就是很有可能 你就可以比如说 六到七个病人 或者是七到六到六到八个病人 这么左右 但是ICU的话 比如说你是一对一 那你就是白班 夜班晚班 全部都是一对一 一对一 或者一对二 你得看这个病人的这个 呃 病重的情况 到底是有多严重 嗯 但是这个是在医院里面 但比如说 你在呃 普通的打疫苗 打疫苗 你根本就没有病人嘛 就是来多少个 你就打多少个 或者是说 你在学校里面 当护士的话 那整一所学校的学生 所有的全都是你的病人 就是他们要是来找你的话 他就是你的病人 你就得做 嗯 你就得做随便 follow up 然后比如说 在营地里面的话呢 我们当时的话就是 呃 也是所有 营地上面 所有的病人 加上工作人员 全部都是我们的病人 呃 偏远地区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 你是一个护士 那么很有可能 就是你所在 那个小村庄 所有村庄里面的人 全部都是你的病人 但是他们会不会来 一定来找你呢 不一定 就是来找你的时候 你就照顾他们就好了 我们说到哪 我们说到哪 等一下啊 一 二 三 五 待遇 好 我们说待遇 待遇的话 其实是按照你的工作地点 来决定你的待遇情况的 这个待遇的话 是就比如说 定制时间表 然后假期 然后奖金 然后优惠 然后工资 这些都是 工资不是 工资待会说 呃 就是你的那个 就是特殊待遇的话 其实是按照你 在看你在哪个医院 或者是你是给私立的 还是公立的 呃 你是在学校里面 还是你是在营地里面 你都是有不同的这种 呃 这种待遇 像我当时在营地里面 就没有多少待遇 呃 呃 在学校里面的话 我在学校里面工作的 那个同学 他好像也没有多少待遇 在不同医院 他会有 每个医院 他会给 他们的员工的待遇的话 是不一样的 像比如说 也许这个医院 他给你的这个 嗯 健身房的待遇 然后呢 那个医院 他给你 就比如说 去SPA的待遇 然后这个医院 他给你这些这些 呃 餐厅的待遇 然后那个医院 给你这些这些 餐厅的待遇 他就是待遇的话 不一样 但是 大多数我现在看到的 医院里面都是有的 呃 他还有些 比如说跟 当地的那个 呃 公交系统 有 有 有签什么合同 你就可以拿到一定的优惠 嗯 然后 奖金的话呢 其实他 并没有 真正意义上 像国内 就是说 啊 过年了 然后给你发一个年终奖 他他不是的 他的这边的奖金的话 是按照看着你 你的工作地点 就比如说 你在ICU 你在ICU的话 他觉得你的工作量 会稍稍大一点 他就会给你 呃 ICU的这个奖金 这个奖金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比如说 一块钱 我我这个 这个价钱 我自己瞎编的啊 嗯 就是就比如说 五 呃 一块钱 两块钱 然后能加在你就是 普通的这个 这个时薪上面 然后比如说 你如果在那个 呃 急诊的话 他有他自己急诊的 呃 各种的奖金 呃 据我所知的话 好像是比如说 他有一个急诊的奖金 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被 有一个什么暴力 violence的奖金 就万一你被 受到了暴力对待的 他有一个 这么一个奖金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其他的奖金 反正当时我在那个 嗯 呃 emergency的那个 护士的话 他跟我说就是 他有他自己的 普通工资 加上其他 杂七杂八的 这个奖金 这个奖金 每个都不是很多 就比如说 呃 呃 我一块钱 两块钱左右 就加在他的那个 实行上面 呃 然后说工资 工资的话呢 是呃 这边当地的政府的话 他会自己定一个 定一个最低 护士的工资 我看看我能不能把 那个table放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比如说 呃 你根据你有多少年的经验 然后根据我们今年的 呃 这个 今年定的这个规定 你应该是最低工资 是拿多少多少多少钱 呃 呃 但是如果说像 每个医院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给你 稍稍 他可以给你多一点 但他不能给你的 比这个定制的 这个要少 所以工资的话 就是就是 就是这个是最低工资 然后呢 医院他可以自己 往上加 或者是说 如果是在那个呃 私利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去跟他们商量 说你到底想要多少的工资 六 最后一个主题啦 就是加拿大本地人 对呃 护士这个职业的看法 就是护士是一个 在加拿大是一个非常被尊重的职业 然后呃 很多病人的话 在医院里面的话 我看到的是 病人会更像 更加倾向于对护士 嗯 敞开心扉 聊天 诉说 因为我们跟病人待的时间 要比医生 跟病人待的时间要长 所以 一 其实病人 很 appreciate我们的work 我没有 受到任何的暴力 就是 就算是 就是口头上的暴力 我都没有 嗯 受到过 所以 在加拿大的话 我觉得 护士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职业 而且 现在 特别的缺护士 你这个工作真的是一抓一大把 非常的好找 呵呵 那 然后像那个医生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是说 他定 因为医生比较贵嘛 他就是要定 他就是 而且是政府来分配 说你这个医院能有多少个 啊 心脏医生 你能有多少个手术医生 你能有多少个这个医生 那个医生 但是护士的话呢 是按照就是说 在这个医院的这个人流量来 就是医院他自己来决定的 嗯 对 我觉得我学这个护士挺好的 然后我家里面的人也非常 呃支持我学护士这个职业 然后我自己学的也 最近学业比较困难 要不然前面就是 去年下半年 我学的是的确挺开心的 嗯 对了 其实今天现在这个视频已经讲完了 所以如果说你们觉得我唠叨的太久了 你们可以先走了 但是如果说你们想听 继续留下来听我碎碎叨叨一怀 那你们也是welcome 我其实已经快要毕业了 我就是六月份毕业 呃 然后我现在的课程的话 几乎就不怎么上课 老师都不怎么上课了 我们接下来 三月份开始了之后 我就是要去实习 我要实习 两个月 实习两个月 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很可能有四天都在医院里面待着实习 跟着一个护士 然后呢就是他做什么 我做什么 呃 这个就是为了prepare 我们 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那个实习 实习完了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长的三十页的paper要写 就是research paper 嗯 写完了之后 加上去 我就别了 stop 嗯 我觉得我讲完了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或者说我有什么地方讲的不清楚的话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 要是你们觉得说我这次讲的已经 呃 符合你们的要求了 那么就稍稍给我点个赞 然后关注我一下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